丁燕宇航能否在今年夏天登陆NBA,成为中国球迷关注的焦点,对于他个人来讲,今年也是他最为关键的一年,因为受年龄限制,这是他最后一次加入NBA球队的机会。 CBA赛季结束后,丁燕宇航就选择赴美养商测询,他的努力付出也获得了回报,此前报道称小丁与独行侠队签约了训练营合同,这也表明他将再次代表独行侠队出征级潜伞,不过能否留在NBA还要看他的表现,对此国内球迷也对丁燕宇航能NBA这里看衰。 而北京时间7月27日,著名媒体人苏群老师,在自己公众号上透露,丁燕宇航和杜行侠签订的是一份为期一年的NBA常规合同,苏群透露自己就此事曾致电询问过杜行侠总经理小尼尔森。 而对方这样表示,不是那样的,我们和丁签的是常规合同,一年期,不分保障,这是NBA可以签到最多20人的常规合同,如果他最后能进入常规赛阵容,合同会转为全额保障,对于这份合同和训练零合同的区别。 苏群文章中表示,我觉得区别可大了,那种合同训练零合同,只是让你来参加训练,给你训练费。 而小丁签的就是一份最基本的NBA合同,从理论上说,他已经是一个NBA球员,这对于求你来讲无疑是最好的消息。 而作为老东甲,山东南岚也对丁燕宇航签约独行侠队做了通告,丁燕宇航目前签署的为NBA正式合同,该合同具有双向选择的权利。 对于本赛季是否最终确定进入NBA,需要到了NBA季前赛期间才能最终定夺,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一如既往的支持丁燕宇航,能够到NBA更好展示自己。 在现中国简儿的形象,走在其赴美之前,双方已就有关事项达成过时,并签署了协议,丁燕宇航,无论是否赴NBA,其代表山东高速征战CBA联赛的资格不会有变化。 对于山东队来讲喜悠参半,为了球队实力不希望看到小丁出走,但为了中国篮球的发展,又坚定的支持小丁去追赎自己的NBA梦。 不过到底结果如何?希望小丁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,用自己的实力去打动独行侠队,留在NBA,让NBA赛场再次上演中国得比。 谢谢大家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